我们驾驶着拖挂房车从法兰克福出发 从德国入境瑞士 在瑞士的边境口岸的检查站被拦了下来 这位瑞士的女警察对我们进行了详细的盘查 先让我们把车停在这个检查站这个检查的位置上 然后和他的男同事一起 对我们的车辆和携带的物品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我们这次出来玩有些大意了也没有带护照 前几年去意大利去法国等欧盟国家 什么也不查 拿着西班牙绿卡就可以了 这次进入瑞士也太大意了 因为瑞士不是欧盟生根国 只加入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瑞士和欧盟国家的货币和税收都不一样 瑞士的物价非常的贵 税收也很高 入境瑞士食品只让一个人带一天的量是免税的 我们这次太大意了没有做入境瑞士的攻略 头一天刚在德国超市采购了大量的物品 主要是带的肉类食品严重超标 我们两个人只要带两公斤左右的肉 我们带的肉类食品一共有17公斤 广这一项要交罚款170瑞士法郎 另外我们也没有填入境卡 没有中国护照 按照规定是不让入境瑞士的 这位女警察看我们配合的比较好 又看我们有西班牙的绿卡 也感觉到我们确实是不知道这种情况 跟他们领导汇报一下 又罚款我们两个人巴设瑞士法郎 同意我们入境瑞士的 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折腾 被罚款了250欧元 终于可以入境瑞士了 我们今天成了250了 出了检查站 我们一看车也快没油了 正好旁边有个加油站 我们就去加点油吧 以后自驾瑞士的朋友一定要记住 吃的东西都非常的贵 在德国加油时 1块3毛多1升柴油 在这里需要1块8毛多瑞士法郎 相当于欧元的1块7毛多1公升柴油 比德国的柴油每公升贵了0.4欧元 以后自驾瑞士自驾油的朋友 在入境瑞士前最好把油箱加满 就禁止了 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